德云社在线魔性笑声 赵云一也体会到老秦的痛苦 酒香再次偏头疼 没想到时隔几年 赵云一也体会到了老秦曾经的痛苦 这个魔性笑声也让不少网友想到了鹅姐 虽然这个鹅姐跟之前的不是同一个人 但没想到这个鹅姐还带着搭档 看着两人在台上相同的动作 实在是太好笑了 差不多了 这什么什么不会发生的声音 还来 相信关注德云社的朋友都知道 鹅姐与老秦之间的爱恨情仇 起初老秦还被鹅姐的笑声斗得直不起腰 在舞台上尽情地表演斗鹅姐笑 鹅姐也非常配合 在台下咯咯咯咯地一直笑 但这时的老秦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鹅姐开始了一段追星之旅 接连不断的魔性笑声让老秦直接崩溃 不知道这个鹅姐接下来还会不会再来 让赵云一 孙九香再次体会到老秦当初的痛苦 虽然没有拜师 但看得出来赵云一在德云社说相声非常开心 以前可能是你比如说你是海星了 大家可能会看不起你 因为你没有师父 所以大家会欺负你啊 你可能没有活干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有公司 我有单位 看得出来 德云社这三个字给了赵云一很大的底气 虽然没有次字 但赵云一在德云社的舞台上说相声也非常的开心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没有次字也没有受到其他师兄弟的欺负 毕竟他是德云社唯一一位登台的女演员 还是受到师兄弟们的格外宠爱 郭老师啊 王老师啊 给我们创造的这种氛围很好 就是大家也不会说因为你是女孩 就欺负你啊 就排挤你 也不会 然后 而且三位对于我 我觉得有点重视的 对 唯一嘛 对 有点小重视的 就唯一的一个女生 所以我能有毫无后顾之忧地在舞台上演 其实这已经很重要了 赵云一自己也看得非常开 也找到了没有被刺字的原因 我是公司喝的 但是没给这种字 为什么 喝的钱是这样 因为那些是我的都是男生 就我一个女孩 我老是想 你帮男的就是有十点 是 唯一的女孩没有这么十点 两天吉日 启大老 富裕 登校 门锁子 康熙子脸 嗨 好 还啥点 这个不行 这也不好 都活了 嗨 这孩子不行 他就是龟 你不认识吗 翻了三天 恶没倒出来 郭老师想了想 算了吧 怎么事 别给龙字了 给个云字了 各位我叫赵云一 看到如今非常火爆的赵云一 相信不久的将来 赵云一也会被刺字的 第一批龙字科刺字没有他 相信郭老师也有自己的考量 毕竟作为女生 在相声舞台上并不吃香 许多包袱都需要重新编排 就连现挂都需要小心翼翼 生怕一句话说错 断送了相声生涯 看到赵云一能如此轻松的驾驭伦理人 估计离次字也不远了 但要是这么放肆下去 能不能次字不知道 离摘字可就不远了 郭老师没把咱这个云字摘走 就是这种变子 你把这些活 你再说了 你再说了 各位可能不了解 郭老师就是摘字 他也只能摘到一半 为什么呢 他只能把下面这个云字摘走 你上个热情也不理工 当然这个字也表达了 我对郭老师摘个字的 赵云一不愧是德云一姐 是真的敢说啊 当然台上无大小 目的还是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相信如果赵云一 能够持续不断地创作出 适合自己和女性演员的相声作品 不断打磨表演技艺 在小剧场演出中 逐渐积累起良好的口碑和人气 随着时间推移 赵云一可能会成为 德云社的一个特色招牌演员 未来在德云社大型商演中 获得更多露脸机会 甚至可能在整个相声界 成为女性相声演员的代表性人物 吸引更多女性投身相声行业 你们觉得呢 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热丽的相声 他就搞不事 我当时穿了个风和热丽的相声 别打成了更多的音乐都这样 我说没有 你看那是过去林吗 不是吗 看见过分养吗 都闯过 都闯过 那你都是说话的故事 你别瞎说了各位真的 这就是开玩笑 您说一个女相声演员 站在这舞台上 我想以个独立的女性的形象提现 我不想说为谁的妻子 或者谁的妻子 真的 这些我都不想当 你想当什么呀 我想当相声武则天 哦 嫂子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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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在这舞台上 还叫小鼠子 你恶不 哈哈哈哈 大高 哎 哎 哎 爸爸梦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笑一个 他怎么在那里 他来了 你是不是 我怎么办 谁是梦哥哥的 他一个是你呀 梦哥 梦哥 哈哈哈哈 太没礼貌了吧 梦哥他把他叫梦哥 哈哈 但是梦哥叫梦哥呀 还废话 不能叫梦哥呀 梦叔 梦叔 那叫什么 叫梦 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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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来后面上吧 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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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 大刀 大刀就哄了 哈哈哈哈 大刀就叫孔叔了 小刀 干啥 我好老的 哈哈哈哈 他把他哄哄 哈哈哈哈 像话 他干分不太太乱了 老刀 老刀 哈哈哈哈 一会儿我没事 没事 没事 跟我走 跟你干嘛去呀 跟我念经去 念经我也不会呀 嗯 你不会 说我会 啊 我刚不会 你这废话 他就哄了就完了 不是嘛 没有说 哪家和尚念经 带自己儿子去的 二 你是啥是吗 你别保险罢子不准了吗 我哼 哈哈哈哈 你去报表战争 哈哈哈哈 我回就死地 哈哈哈哈 对这个 这当时谁还都认识咱俩 是不是 你就跟我训续完了 你也别上 哈哈哈哈 你一会儿去 我会儿去 你一会儿去 我会儿去 你一会儿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